造型不错,底下一看有手工制作的痕迹 它不是铸江台的,首先不是铸江台的 那么你这上面又说了,灯光一打显出一种淡淡的红颜色 这是含有那个金属元素比较多的原因造成的 但是呢,它这个柚子的质感呢,不是明在那种肥厚的 那种光润的柚子,显得有点薄,这柚子有点死 这种死的薄的柚子,大部分都是晚清民国以后到近代 另外呢,看这个款,印的何朝宗的这个款呢 和上面的葫芦,葫芦上是德化 下面是何朝宗的,过分清晰了 真的何朝宗款是若隐若现 而且呢,比较浅,没有这么深,没有这么清晰 脸部的表情呢,和清代的,和明代的完全不同 只有一种现代的面容的造型 所以东西呢,应该是解放后的东西 年代就几十年 跟查询的邱老师,这个东西是这样,我是这么能够的 不是明代的,最少是清朝之类的,我是认为的了 没关系,这样,我觉得您可以保留您的意义 我可以您保留,好吗 增加的意义,仅供您的意义 是 对 蛤 能忧心 Bon 浅